雪花蜜膳在美国的一个配音 知道完成了 我刚回来 昨天刚回来 所以回来之后我还有一点时差 我早上五点钟不到就醒了 晚上也是很早就六七点的时候 七八点的时候已经困得不仅 有点时差 在美国把雪花蜜膳的一些配音的工作做了一下 感觉怎么样呢 觉得自己这个英文的这个配音 觉得拿手吗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困难 我觉得就看要求了 如果要要求完美 那就要花一些时间 如果要是要求就是稍微松懈一点 也就大概起的过去 就那么就可以过去 这样的就是百万森林项目 去年八月份我和Tony Blair先生 在北京启动了这个项目 我也是在那一天呢 八月的那一天是八月几号来着 27 我记得也是 八月27号我授贤作为这个百万森林项目的亚太区的这个推广大使 所以呢 当时做了这个推广大使之后 我最除了感到一份荣幸之外 我觉得内心的这种责任感更加挺败的 然后是在两年之内募捐到一百万 那现在不到一年就募捐到了 然后最想感谢的是谁 对 在这里也希望各位媒体的朋友帮我感谢一下 在我们这一年的努力的推动百万森林项目的进程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我要感谢我和我的团队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的所有的心血努力 或者是碰壁或者是困难 那么最终我们得到了很多社会各界 包括刚才我讲的近万次的这个个人捐助和那个很多企业家的捐助 包括这一次的深圳发展银行 然后中国银联 中国平安 等等这些大的企业的支持 那么没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也很难的完成这么多的这个数字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感谢所有关注和关心 并且支持百万森林项目的个人机体 那在这里我还是想更多的要感谢一下 感谢气候组织 感谢Tony Blair先生 感谢我们的大中华剧总裁吴昌华女士 也感谢所有支持百万森林项目的人 同时感谢我的团队 在百万森林项目推广过程当中的 不应于力的努力和奋斗 所以在这里再次谢谢大家 百万森林年度结束爱心合作伙伴 中国平安 深圳发展银行信用卡中心 百万森林最佳配动力企业 中国银联 百万森林中国区域企业推广大使 深圳发展银行 信用卡中心 祝贺 厉害 好好赞银行 祝贺我们参加企业 吴昌华女士以及百万森林亚太地区推广大使李冰冰女士 上台启动库鱼车主计划 掌声欢迎 我们的嘉宾来一下我们的方向盘 让我们一起分享绿色美好生活